在指挥台上大放光彩的勒内雅各布斯 最早是以高南高音展开起音乐视野的 并在演唱方面建立起广泛的声誉 1983年转型做指挥的勒内雅各布斯 开始挖掘并重现了诸多巴洛克歌剧 让许多埋藏在图书馆的手稿重见天日 而在巴洛克歌剧与音乐之外 他在莫扎特歌剧方面堪称权威 录制的《费加罗的婚礼》《摩迪》 以颇有见地的艺术处理 不仅受到乐迷和乐评界的好评 同时还夺得包括格莱梅奖在内的多项大奖 《费加罗与音乐》 他非常有精神的传统 他非常能说明 他非常有意思 他非常精静大奖 精神的精神的部阻音乐 他非常精神的副内容 为他们也可以用产丶绑的语言 和整个维红色 和整个维红色的许多 是有达到脱会的 为了一切和一个体谈方法 和每个手会议就是 对他你要做专门的描述 而那一切很棒的 是罪力的拍照 2006年 在莫扎特歌剧《堂皇》诞生220周年之际 勒内·雅各布斯与弗莱堡·巴洛克乐团 推出《堂皇》录音并开启欧洲巡演 勒内·雅各布斯通过对于堂皇人物形象 仔细地研究与分析 还原了角色最初的性格样貌 因此堂皇与他职榜的其他莫扎特歌剧一样 收获了亮眼的成绩 而此次演出既是这一音乐会版堂皇的中国首演 同时也是勒内·雅各布斯的中国首秀